秀宁好 我觉得昨天的辩论会 我认为其实韩国瑜主委 他没有正面回答 那个陈其邁委员所提出来的几个问题 所以我还是目前会有一点迟疑 就是有关于韩国瑜 他一些比较空乏梦想的那些政界 所以我其实还是觉得是要往比较实质的层面来做考量这样子 好的我们谢谢林先生的意见 希望韩国瑜的政界能够更具体一点 那第二通我们接的是凤山的邢太太的电话 邢太太您好 你好 是 我 是 我当于这个辩论会 自头我看到最后 我有三点要表达就是 第一点成吉麥 他已经做立法委员做这么久了 然后韩国瑜 他去高雄 来我们高雄 十年多而已 他不用咄咄逼人 这要支持韩国瑜的人 大家都知道 他来高雄 就是为了改变我们高雄 所以说成吉麥这点 我就觉得他是咄咄逼人 然后再来第二点 就是说成吉麥提纳两个工 我觉得很好笑 我是在家的 娶两个孙子的阿嬷 我今年五十八岁 我没有出社会 我是在家的 我用我自己的头判断 我尊公是成吉麥 我没去说这两个工 你自己执政了二十年了 你去说这两个工 要用笑死人 你二十几年的执政 你没法去改判这两个工 你还要拚了 你还要拚了 拚出来这个 辯论会上头 你自己说韩国瑜 问他 你知道什么问题吗 你知道吗 我说你听 真的是 陳希麥有夠理託的就是 他真的是太小看高雄的市民 這年來不在乎 你笑死人你自己執政花媽 還有謝長廷20年的執政 你這兩天你都沒辦法把人 給當地的人去處理去改革 你還敢拿出來辯論會 那陳太太你的第三點意見是什麼 第三點意見就是我心想韓國瑜 因為 第三點就是韓國瑜 他提出從國小要雙語教育 跟國際接軌 這點是我最欣賞的 以後我們阿孫出頭天了 以後不用再花大錢去讀合家人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昨天讓我最欣賞的一點就是說 他能夠提出這個毒品的問題 我要跟大家說就是 我在家裡帶我們大漢孫十五歲 我們第二孫七歲 你知道我是每天 我們煩惱我們那個大漢孫的去讓人 偏偏偏去 或是說拿毒品做軟糖 或是說拿毒品做軟糖 特別電視在報告說 現在有什麼毒品的時候 我都用手機吸起來 讓我們想看 看說這個 他後來想拿給你吃 或是怎麼樣 都不行 沒有學生的人 要拿東西給你喝 你都不行 你是怎麼知道 我們做事大人 為什麼這麼煩惱 結果 韓國瑜這兩點 說真的 我們整個火 真的是 全部支持韓國瑜 包括 星期五 我還叫我們老公 要他去幫他 幫他造勢 選情之業 好的 我們謝謝這個邢太太的意見 也謝謝你剛剛 告訴大家要怎麼樣子 防止毒品相關的新聞 這個宣導教育 真的也是非常有價值 我們要接下一通的鳥松的吳先生 吳先生請說 大家好 我是高雄鳥松在地的高雄市民 剛剛你們談了很多這個 昨天辯論上面的細節 我就六個不談 我纏他們給我的整體的印象 吳先生你昨天有看辯論會嗎 我從頭看到尾 我後來倒帶回去看了好幾場 那以這個辯論的資歷來講 我剛好是大學時代 我是很空洞大學生之後參加的辯論社 就我這個很空洞的角度來 嘗試來講一下 我首先講這個陳基麥先生 陳基麥先生他一開始當然是主打 他市政比較熟 他凸顯他的優點這個沒問題 那接著當然韓主委也承認 市政是他的熟悉度 他還不夠 他也相當誠實 那我覺得陳基麥在這裡犯了一個 這個 他吃掉了一個可惜的機會 就是說你打一些鎖鎖碎碎的市政之後 他如果接著能夠提出一些 他對大格局也有很了解 甚至於比韓國瑜還了解 那就能夠進一步把韓國瑜打倒說 你細的不熟大的也不如我 那韓國瑜這下就打趴了 那我覺得他在這裡有點可惜了 這是他第一個可惜的地方 第二個可惜的地方 他在做結論的時候 他是後劫 後劫照說比較優勢 就是可以把前面的不足的再補上 把對方的漏洞再打一耙 那我覺得他的結論花了很多時間 還在講韓國瑜的這個缺點 甚至於又扯這個摩鐵 這個摩天輪 又講又老又窮 這個已經是招勢用老了 我覺得他花了時間 花在指責上面的人太多了 沒有把自己 該擴展的地方大開大核的展開 所以我覺得他有這兩個可惜的地方 好的我們謝謝這個吳先生非常專業的講解 時間的關係 我們現在繼續接下一通 鋼山的謝小姐 謝小姐您好 您好 來賓好 主持人好 基本上我是一個日照中心的工作人員 是 然後昨天我有聽辯論 然後我聽到那個陳其邁立委 有在講到日照的部分 然後他有提到一個證件說 一通電話一個護士就會到家 我覺得是有點天馬行空 對 那基本上 從 但是韓主委這邊 我是沒有聽到一個很實際的一個證件 那我也很想知道說 韓主委這邊日後會有比較 有沒有比較具體的一個 一個一個證件可以出來 我舉例來說好了 像在11月底以前 好 然後如果說 長輩和評估下來之後 因為有分日照的費用 還有交通費 我們以交通費來講 交通費在11月底以前 一趟是35塊 來回不過70塊 那如果以一個月扣掉週休二日 來講的話 可能還有23天 以23天來算 一個月呢 如果1610的補助 長輩是不需要再付費的 但是 至12月1號開始 他一趟是100塊 來回就要200塊 以1610來講的話 他一個月只能補助8趟 那剩下的呢 就是要需要長輩的個案 他們自己來支付 請問如果今天這個長輩是 低收入戶的話 那麼這些錢 低收入戶的長輩支付得出來嗎 好的 我們非常謝謝這個 謝小姐非常專業的意見 因為他是這個長照中心的 所以他對於長照的政策 非常的了解問題之所在 他剛才的意見 如果能夠轉達給兩位候選人的話 也許可以在未來做相關政策規劃的時候 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考 另外我們來接下一通 是住在林園的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大家好 偉大的高雄市民大家好 偉大的高雄市民你好 我住高雄 我這邊有三點 當然這個語重心長 那也是希望說 委員能夠有機會跟這個 韓總去反映 也就是說第一個 在文化方面的話 文化產業方面的話 第一個 最重要就是有票房 有人就有票房 就有高品質的這個 英文活動跟英文演出 所以開放是相當重要 那如果說是韓董能夠出去 拼這個訂單 也要拼文化產業的訂單 第二點 在林園等等重工業區上面的這個 產業政策 很多人都認為說這是污染 對 但是這也是 這也是佔了很大的一個層次 尤其是 像環保標準 這麼嚴重的狀況之下 我們的重工業的產業 何去何從 這關係到十幾萬人的生計 那他們之後要何去何從 這些老師傅要何去何從 所以這個是大家很擔心的這個地方 就是如果在裡面的勞工 那他們的薪資福利 還有他們的前途 那年輕人要不要進去 有什麼誘因讓他們進去 然後幫助產業轉型 好第三個 之前馬政府開放陸客很好 但是呢 為人詬病的就是一條龍 可能少數的商家賺得到錢 但是呢 希望韓董這次能夠注意到說 如果開放了以後 讓大家都能賺得到錢 而且兼顧到 所有的這個 國內台灣的旅遊品質 我們自己要出去玩 但是我們不希望看到很吵雜的 的這個環境 很張揚的環境 那王妍 請問一下王妍 你是臨原在地的 昨天陳其邁講到兩個漁港 你有聽過嗎 當然有 當然有 陳其邁沒有那麼大好不好 沒有那麼大 他跟聽起來助人講 我們非常謝謝王先生 今天進來的 偉大的高雄人民 Call in進來的電話 其實對於兩位市長候選人來說 應該都非常非常的 有參考價值 不管是在講毒品 教育還是長照 還有甚至文創產業相關的意見 其實兩位的市長候選人 都可以好好的參考 劉先生您好 大家好 我想問一下 如果比賽紀錄名 就能當市長的話 一行二勝三多數 五五六七千八的九龍十全 我背的比陳其邁還熟的話 那市長給我做好不好 我們高雄不是在背這些說 你很厲害就可以當市長 我們要希望是說 老百姓有錢賺 所謂那個韓國語講的那個圍牆 其實主要講的就是大陸觀光客 我跟你說 像我住六個夜市附近 現在都沒有大陸觀光客 來著那個什麼 柬埔在越南還有菲律賓 其實他們的消費能力 大陸觀光客輸太多 這個就是目前我們高雄的瓶頸 因為你為什麼會沒有錢 沒有錢之前 就是因為你沒有人 沒有觀光客 那些觀光客都不來高雄消費 所以導致整個大高雄居民 不管是機程車司機 還是小攤販還是飯店 這些沒有賺錢 沒有賺錢以後我問你 包括他的子女 他也就比較會沒有錢 大家就 就是沒有那種消費能力 自然而然的大家會沒有錢賺 這是高雄的心聲 我今天 我想支持醫藥韓國語 最主要的原因是 昨天陳其邁都沒有回答到的 我想了解為什麼 三千一花去哪裡了 你不敢正面回答 五千個洞為什麼那麼嚴重 你不敢正面回答 我覺得我想送 韓國語進高雄市政務 幫我查一查 謝謝 好的 我們謝謝 我們今天下一通 林雅的賴先生 賴先生請說 喂 你好 我是林雅區 高雄林雅區的賴先生 我目前北漂12年 在台北充施科技業 昨天看完了辯論之後 我對於陳其邁立委的科技 這方面 我有很大的質疑 提到兩個 AI 跟智慧程式 還有工業4.0 對我來說 工業4.0 大家可能都聽不懂 在座應該沒有人知道在講什麼 那對我來說很清楚 就是一個無人工廠 講給揮文聽的 對 慘愧 慘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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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對越之 好 請說 就是無人工廠 所以說無人工廠 這樣子的設施 怎麼可能對高雄 招來更多更多的人 所以對我來說 你覺得工業4.0 如果大量的推動的話 反而會造成高雄的失業問題 更嚴重是嗎 對 所以我認為 每次到了選舉 這些政治人物 就把我們科技業拿來炒一遍 對我來說 科技業好好的在台北 在新竹就夠了 不要去跟台北新竹人搶這一塊科技業 對我來說 科技業 高雄 不要再去搶了 我們可不可以試著用別的方法 譬如說觀光 譬如說金融 我想就像是香港一樣 在座各位有聽過 香港有很多的科技業嗎 似乎也沒有 可是賴先生 你本身是科技業的 如果橋頭科學園區 核發科學園區發展起來的話 你可能可以回到你的家鄉去就業 不是嗎 對我來說 都是台北下來的分公司 他們主要的目的就在於說 他們想要有一個很大的工廠 很大的土地 然後可以蓋工廠 基本上這些工廠 我相信 它的經濟規模 它一定沒有辦法像新竹像台北 所以對我來說 這些工廠 他們會自願來高雄來台南 也是因為高雄台南的地是便宜的 對我來說 這些都不足以讓我回去高雄 充分的理由 對我來說 謝謝賴先生的意見 我們接下一通 鋼山的張先生 張先生您說 你好 你好 我支持韓先生 只有兩點 第一 我們鋼山 屬於螺絲工廠 我住了快50年 韓先生講的 他哪一點吸引你 他的第一點就是 道路5000個 在高雄5000個坑洞 算是客氣了 只要下雨 來到我們鋼山 真的都是 滿滿的都是坑洞 到現在還有坑洞在 那天 陳先生造勢的時候 中央關原下來那麼多人 他們有沒有看到 那除了道路的問題之外 還有其他的嗎 還有就是 為什麼雙語教育 這一點我很認同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工廠的一些自動設備的話 他都是中文介面 跟英文介面 這樣這些 所以你們招聘的新的員工 可能就會有一些困擾是不是 對因為那 這個英文介面的話 真的你在 對外籍的話 為什麼我們會想說 菲律賓外籍朋友 比較好用 因為他們除了本國的語言 他們有接觸到英文 所以來到我們台灣工作的話 一些自動設備的介面 就是中文跟英文 他們很容易上手 好的我們謝謝這個張先生意見 我們再接另外一通 也是來自於岡山的王小姐 王小姐您說 我覺得說 如果說民進黨執政的話 他很了解我們高雄的那個狀況的話 今天就不會舉債三千億了啊 為什麼昨天那個陳其邁主委 在質詢他的時候 他不反擊呢 我覺得他太仁慈了 我覺得如果說 讓那個民進黨一直帶領我們下去的話 我們只是讓我們的經濟更鎖國 而且沒辦法向外發展 那因為我都是在地 我並沒有在那個外面工作過 我也沒離開那個高雄過 我一直在看高雄 我以前到現在沒有進步耶 因為我覺得說我們需要改革 可是我們一直以來都是想要改革 可是為什麼高雄人都一直不覺醒 而且我覺得像陳其邁主委一直 不好意思 陳其邁立委一直在質疑 為什麼我們的韓主委都不反擊 我覺得他太仁慈 好的我們非常謝謝王小姐的意見 認為說在這場辯論會當中 韓國瑜的反擊火力不足 我們來聽聽高雄偉大人民的聲音 再聽一下林雅的王先生 王先生請說 大家好 我想講第一點 大家在講政見 陳其做陳其的政見不夠多嗎 那本政策白皮書不夠多嗎 可是12年來他給高雄帶來什麼 那陳其邁第一點他就是民進黨員 第二點他跟著陳其在走 他可以讓高雄更好嗎 AI智慧城市 先把路口的監視器弄好吧 不要每次報警都說監視器壞掉 還在講AI智慧城市 但是韓國瑜我相信 至少他承認九二共識 陸客會進來 觀光客會多 韓國瑜給我們是一個希望 這一點 所以我希望高雄市民 換人做做看 給他四年的時間 或許會好一點 好的我們今天下一通 這個大聊的萬先生 萬先生請說 你好 請說 我覺得齁 那個 那 他如果想要贏 他要先把 前生在做的東西 先把 檢討一下 不然 我一區這麼大區 就給他 他要怎麼補 我怕你 我還在進行做連結 那我整個連結 有可能有危險 到最後我去走 郵輪車 那郵輪車 下車又沒有來 後來我再走 走郵輪車 沒有 我再走出來連結 那連結 那我用一個空汙 那什麼 那樓車還沒鬼子 對 那是我導遊 是 你是要害人名 沒辦法像我 還是怎樣 你就直接搶我面 就好了 那不然你就直接叫我 說 那不然我再去 突然 台大也怎麼樣 我幾歲 還要這樣做 對啊 他有到工作 好了 我們謝謝萬先生 我們再接下一通 小港的黃先生 黃先生你說 你好 你好 剛剛有提到那個日照問題 我 坦白講我是在 那個醫護學校 我在醫護學校裡面工作 我們號稱護理科 每年考量只要百分之百 但真正從事護士 有多少個 一通電話護士就到 陳吉派你不要說大話 好 再來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他AI人工智慧 你不要隨便跟人家喊 你會害死老公 老公 吃不飽 別再害了 第三個問題 捷運 當時通的時候 有人問說 為什麼只有三結車廂 華媽說 我的輪胎會爆掉 那個自鐵軌輪開會爆掉起火 你當時台北木炸捷運 騙老公 別再騙了 陳吉派你叔叔 好不好 就這樣子 好的 我們謝謝這些高雄鄉親的意見 不過意見真的非常多元 各式各樣的事情都有人關心 韓國講得沒錯 偉大的高雄市民 大家其實對於高雄的市政 或者是他們對於兩位候選人 很有自己的看法 而且我覺得他們多數的看法 不是很偏激的政治的看法 而是他回到說他需要什麼 譬如說韓國瑜的雙語政見 你聽到阿嬤也是這樣子講 然後當爸爸的也覺得說 然後當企業老闆也覺得說 未來這個英文能力太重要了 魯斯工廠的老闆也認同了 對 但是你看到民進黨 就拚命罵韓國瑜說 你是要消滅母語 消滅母語 然後說母語最重要 所以顯然是民進黨真的跟人民 好像是有脫節的問題 然後回到像這個毒品的問題 當阿嬤的這麼關心 當爸爸的這麼關心 但是陳喜麥在這場辯論當中 對於毒品的問題 他完全是有點是不知所言 他沒有辦法正面去回答 他到底想要怎麼做 他要下決心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但是在這一方面 韓國瑜是他的強項 他在他的政見裡面 他就講得非常清楚 他一定要把毒品趕出校園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 他是非常非常重視的 所以表示說 雖然韓國瑜他說 他沒有辦法知道所有的數字 但是他知道高雄市民要什麼 所以他抓到的 他之前我看到他14項證件裡面 我覺得基本上他都回應了 高雄市民他現在最關切的 最急迫的問題 施政是這樣子 你一定要從他現在最需要的 優先的開始給起 我們也不能說陳喜麥的 他未來所謂的工業4.0 或者是AI 那個是完全是錯誤的方向 倒也不至於 但是施政總有優先順序 輕重緩急 我覺得韓國瑜 他抓穩的那個步伐 譬如說觀光 剛剛其他人也講 在高雄真正該發展的產業裡面 可能高雄在觀光 是很有競爭力的 他有空港 他有海港 高雄服務員這麼大 他的確有值得去發展觀光的地方 但是他可能不是一昧的 可以去發展很多的科學園區 想要跟台北跟桃園這邊 跟新竹來比拼這塊 對 所以其實一個好的施政 你應該是善用 你高雄你原來你在地的 你最強項是什麼 就往這邊出發 這可能才是對的 而不是說東施孝平 好像台北有新竹有 我們也一定要有 要長出來 這樣才表示我們高雄的偉大 看起來不是這個樣子的 現在賴院長在執政 賴院長在當哥哥 他也可以把這些歌員都請來 這個相信 如果陳其邁當選 我相信這個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剛剛主持人接的石通的call 我覺得高手在民間 如果今天陳其邁跟韓國瑜 坐在現場 也不見得答得出來 但是選舉是比選票 不是辯論比賽 我覺得韓國瑜應該被稱讚的地方 今天他跟黃議員跟得去 他到台北地間署 他本來要去控告媒體的人 撤告 對 但是他根本就沒有去告 愛與包容 對 愛與包容 因為這個是刑法第310條 這個法則其實不重要 可是重點在後面 對於可受公平之事 而為適當之評論者 其實這個是不會構成毀謗的 重點在於韓國瑜今天講 我一直講愛與包容 我做給你看 你罵我 你質疑我 但是我都包容下來了 所以這個是他的那個風度 從昨天到今天我稱讚的 不是韓國瑜的辯論 不是他的什麼 跟陳其邁的什麼 你來我往什麼 剛剛我們觀眾朋友講的 韓國瑜太客氣了 你再回應鋼山的王小姐 你記憶力太好了 其實韓國瑜也有反擊 他也有韓叩 一定的 不可能給你站 但是韓國瑜今天到北京 觀眾朋友看 除了扁案之外 從來沒控告北京 這麼多的記者 台北記者全部出動 然後韓國瑜說我不告了 我愛與包容 從我自己開始 主持人 我的結論 我希望包括陳其邁 所有藍綠的政治人物 跟韓國瑜學 不是只有 你是說陳其邁 應該對網友策告嗎 愛與包容 愛與包容 大家一起來 不是說韓國瑜 他們已經報報了 昨天陳其邁自己也有講到 愛的部分 愛與包容 他也有講 只是還沒有實踐出來 對 主持人我再補充一句 但是雖然韓國瑜 他展現他的大度 不表示韓粉或韓黑 或是其他 就你剛剛講的 就是說他沒要給我鼓了 我現在來黑白麵 黑白蓮 這不是不應該的 大家一起展現愛與包容